记者林明柔综合报道龙宇申把床垫压在林佑身上 图翻设字三立台剧脸书大S和汪小飞的感情室 上个月还意外闹出烧床垫插曲 三立台剧一家团圆昨晚六日也巧妙跟上十十梗 林佑星不满心仪对象许珍珍处处爱眠着仇人龙宇申 最后选择大闹两人的新产品记者会 结果还想要让龙宇申难堪 他以替妹妹何一配逃公道的角度表示 龙宇申房间的那张顶级名床当初明明是何一配买的 为何却在离婚后让他带别的女生回家躺 而龙宇申气到便连也当场搬出那张名床 林佑星被压在床下图翻设字三立台剧脸书字播出内容可见 龙宇申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把林佑星口中的顶级名床搬到记者会现场 且直接压在林佑星身上反枪 这就是曹凤何一配角色买的床 他自从嫁给我之后 我们家没让他付过一毛钱 连水电费都没有 接着还向大家说明 这才不是什么顶级名床 这只不过是拍卖网站都有卖的便宜货 龙宇申也放话 自己绝对不会给何一配任何晒养费 许珍珍当面亲吻龙宇申 图翻设字三立台剧脸 林佑星起身后 又跑去和许珍珍说 他龙宇申如 以后不爱你 一样会这样对待你 你还要继续跟交往吗 没想到夏苗许珍珍当着大家的面亲吻 龙宇申 再度将林佑激怒到一个极致 林佑星亮 小刀 结果直接冲向床垫疯狂破坏发泄 网友们 了纷纷笑风表示调侃的真好 演员都不会笑场 蛮厉害的 笑死拉桃M 台剧超厉害 林佑星怒歌床 图翻设字三立台剧脸书